行政法人法 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以外 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为执行特定公共事务 依法律设立之公法人 前项特定公共事务需符合下列规定 一、具有专业需求或需强化成本效益及经营效能者 二、不适合由政府机关推动 亦不宜交由民间办理者 三、所设公权力行使程度较低者 行政法人应制定个别组织法律设立之 其目的及业务性质相近 可归为同一类行者的制定该类型之通用性法律设立之 第三条 主管机关 行政法人之监督机关为中央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并应于行政法人之个别组织法律或通用性法律定之 第四条 内部规章制定 行政法人应拟定人事管理 会计制度 内部控制 及合作业及其他规章 提经懂 理 事会通过后 报请监督机关被查 行政法人就其执行之公共事务 在不抵触有关法律或法规命令之范围内 的定定规章 并提经懂 理 事会通过后 报请监督机关被查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行政法人法 100年4月27日 第二章 组织 第五条 组织类型 行政法人应设懂 理 事会 但的是其组织规模或任务特性之需要 不设懂 理 事会 至首长一人 行政法人设懂 理 事会者 至懂 理 事 由监督机关聘任 解聘时 一同 其中专任者不得于其总人数三分之一 行政法人应至监视或设监视会 监视均由监督机关聘任 解聘时 一同 至监视三人以上者 应互推一人为常务监视 懂 理 事总人数以十五人为上限 监视总人数以五人为上限 懂 理 事 监视 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但于该行政法人个别组织法律或通用性法律令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第六条 懂 理 事及监视之资格 懂 理 事 监视才任其制 任其借满前出缺 补聘者之任其 以补足原任者之任其为止 懂 理 事 监视为政府机关代表者 依其职务任免改聘 有下列情势之一者不得聘任为懂 理 事 监视 一 受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 二 受有其徒刑以上行之判决确定 而未受缓刑之宣告 三 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 四 耻夺公权尚未复权 五 经公立医院证明身心障碍至不能执行职务 懂 理 事 监视有前向情形之一或无故连续不出席 懂 理 事会议 监视会议达三次者应于解聘 懂 理 事 监视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的于解聘 一 行为不减或品性不端 致影响行政法人形象 有确实证据 二 工作执行不利或待乎职责 有具体事实或违反聘约情结重大 三 当界之行政法人年度绩效评鉴连续二年为达监督机关锁定标准 四 违反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之情事 有确实证据 五 就主管事件 接受官说或请托 或利用职务关系 接受招待或馈赠 致损害公益或行政法人利益 有确实证据 六 非因职务之需要动用行政法人财产 有确实证据 七 违反本法第七条第一项 第二项利益回避原则 及第八条第一项前段特定交易行为禁止之情事 有确实证据 八 其他有不适认懂 理 事 监视职位之行为 懂 理 事 监视之资格 人数 产生方式 任其 权利益物 续聘次数及解聘之事 有语方式 应于行政法人个别组织法律或通用性法律定之 第七条 义务一 利益回避 懂 理 事 监视应遵守利益回避原则 不得假借职务上知权利 机会或方法 图谋本人或关系人之利益 其利益回避范围及违反时之处置 由监督机关定之 懂 理 事 监视相互监 不得有配偶及三亲等以内写亲 因亲之关系 本法所称关系人 只配偶或二亲等内之亲属 第八条 义务二 交易行为之禁止 行政法人之 懂 理 事 监视或其关系人 不得与其所属行政法人为买卖 租赁 承拦等交易行为 但有正当理由 经懂 理 事会特别决议者 不在此线 违反前项规定制 所属行政法人受有损害者 行为人应对其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项淡书情形 行政法人应将该董 理 事会特别决议内容 于会后20日内主动公开之 并报监督机关被查 第九条 董 理 事长 执行长制聘任 及资格 行政法人 设董 理 事会者 至董 理 事长 一人 由监督机关聘任 或提请行政院院长聘任 解聘时 一同 董 理 事长 之聘任 应由监督机关定定作业办法临聘之 董 理 事长 对内纵理行政法人一切事物 对外代表行政法人 董 理 事长 以专任为原则 但于该行政法人个别组织法律或通用性法律令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行政法人 设董 理 事会者 的致职行长 一人 负责行政法人营运及管理业务之执行 并由董 理 事长 提请董 理 事会通过后聘任 解聘时 一同 其权责及职务名称 应于行政法人之个别组织法律令未规定 董 理 事长 及执行长出任年龄不得于65岁 任其届满前年满70岁者 应及更换 但有特殊考量 经行政院核准者 不在此线 第六条第二项 第三项前段 第四项 第七条 第八条 第十五条 第六款有关董 理 事之规定 于第五项所制执行长准用之 第十条 董 理 事会职权 董 理 事会职权如下 一 发展目标及计划之审议 二 年度营运 业务 计划之审议 三 年度预算及绝算之审议 四 规章之审议 五 自由不动产处分或其设定负担之审议 六 其他重大事项之审议 董 理 事会应定其开会 必要时 的召开临时会议 由董 理 事常召集 并担任主席 监事或常务监事 应列席董 理 事会议 第十一条 监事会职权 监事或监事会职权如下 一 年度营运 业务 决算之审核 二 营运 业务 财务状况之监督 三 财务账策 文件及财产资料之积合 四 其他重大事项之审核或积合 第十二条 义务三 亲自出席会议 董 理 事 监事应亲自出席董 理 事会议 监事会议 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出席 第十三条 权力 报酬之有无 监任之董 理 事 监事 军位无几职 第十四条 首长之聘任及资格 行政法人至首长者 应未专任 由监督机关聘任或提请行政院 院长聘任 解聘时 一同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九条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六项 第十五条 第五款及第六款 有关董 理 事之规定 于前项所至首长准用之 行政法人至首长者 一第四条 第十八条 第二项及第十九条 第一项所定定之规章 年度营运 业务 计划与预算 年度执行成果及决算报告书 应报请监督机关核定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行政法人法 一百年4月27日 第三章 营运 业务 及监督 第十五条 监督机关之监督权限 监督机关之监督权限如下 一 发展目标及计划之核定 二 徽章 年度营运 业务 计划与预算 年度执行成果及决算报告书之核定或被查 三 财产及财务状况之检查 四 营运 业务 绩效之评鉴 五 董 理 事 监视之聘任及解聘 六 董 理 事 监视于执行业务违反法令时 的未必要之处分 七 行政法人有违反宪法 法律 法规命令时 予以撤销 变更 废止 限其改善 停止执行或其他处分 八 自由不动产处分或其设定负担之何可 九 其他依法律所谓之监督 第十六条 绩效评鉴 绩效评鉴之城市 监督机关应邀及有关机关代表 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 办理行政法人之绩效评鉴 行政法人绩效评鉴之方式 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监督机关定之 第十七条 绩效评鉴之内容 绩效评鉴之内容如下 一、行政法人年度执行成果之考核 二、行政法人营运、业务、绩效及目标达成率之评量 三、行政法人年度自筹款比率达成率 四、行政法人经费合拨之建议 第十八条 定定发展 行政法人应定定发展目标及计划 报请监督机关核定 行政法人应定定年度营运、业务、计划及其预算 提经董、理、事会通过后 报请监督机关被查 第十九条 成果检讨 行政法人于会计年度终了一定时间内 应将年度执行成果及决算报告书 委托会计师查核签证 提经董、理、事会审议 并经监视或监视会通过后 报请监督机关被查 并送审计机关 前项决算报告 审计机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